受到日本强震还有飞机擦撞事故影响 不少旅客临时取消赴日行程 有民众原定5号就要出发到东京 但是家中的长辈担心一阵决定不飞了 还有网友说提议改到金板神 但长辈坚持一样很危险 不止自由行的旅客临时喊咖 旅行社也得因此调整行程 北路团原定往金泽的金点 改往利波或高山 也有业者改到京都等地 2024年的开端 日本从强震再到飞机擦撞事故 不平静的消息吓坏不少人 原本打算要到日本旅游的民众 现在直接先喊咖 我原本是后天要去日本 然后结果我就是看到那个大地震的新闻 然后因为我是跟家人去 所以家人觉得很可怕 所以后来还是取消 其实也没有靠近这样 我是去东京 只是他们就是担心会有 之后会有大雨震 网路上也有民众无奈发文 花了两个多月安排行程 预计过年要跟家人到时穿金泽一袋 结果长辈看到地震新闻 坚决不去了 提议改到金板神 长辈坚持一样危险 引发热烈讨论 有人说自己家中长辈 也是一样状况 但也有人直呼 台湾也是有地震 一切都是运气问题 开始饭店已经订好了 我想说就算了 因为万一如果真的又有余症的话 就是就变成是我的错了 不只自由行取消 到北陆的旅游团客行程也得调整 山副旅游表示 目前金泽两大景点临时关闭 行程改往利波或高山 开南旅行社一月中旬 有两团到北陆 目前金泽的行程 都先改到京都等地 旅行社业者强调 想要取消出团退费 都得按照定型化契约办理 部分民众宁愿不飞了 免得心惊惊 影响出有性质 这里属于云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民众到宜兰包动民宿 欢庆跨年三天两夜 要价九万元却住得超崩溃 当事人爆料这间民宿屋内的灰尘 脏污多 房间内洗澡没有热水 连烤肉的网子上都出现污垢 先前业者承诺提供的晚餐食材很好 结果来的食物却分量不足 还让民众倒贴三千元去买食材 种种问题向民宿业者反应 却以毒不回 让民众气得po文 直言这是很差的包动经验 而县府也查到 这间民宿根本是非法经营 民众跨年想包动欢庆 住三天两夜含晚餐 二十元包动价格曝光 要价九万元 民众质疑这样的品质跟价格 似乎不对等 气得拍照存证 民众上网控诉踩到雷 地点就在宜兰元山乡 不知民宿环境脏 烤肉价有污垢 冬天棉被更薄到透光 说到食材他更气愤 因为业者口中的食材很好 却是快炒十样菜 反应后才多了四道菜 烤肉部分食材更是少少肉片吐司 加上一大袋鸡屁股种类贫乏 民众还得自掏腰包三千元 另买食材才够 而实际来到现场 民宿外头满地的垃圾 附近邻居纷纷抱怨 影响到生活 至于民宿业者则无人回应 那有时候最小一个礼拜 有时候半个月还要一起 该民宿并没有合法登记 我们宜兰县政府会加想查契 没有合法登记 根本是违法经营最高可罚到三十万元 民众花了大钱 结果踩雷住到违法民宿 跨年假期惹得一肚子气 政府建议若发生消费纠纷 可依消保法申诉捍卫自己的诚意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 高雄三民区间歇业的商务旅馆 日前被民众直击 整栋楼向右歪斜 疑似撞到旁边大楼 两栋楼几乎贴在一起 其中一栋明显凹陷 画面曝光之后 也让民众觉得好危险 街道旁大楼林立 但网上看两栋楼像是贴在一起 升咖啡色这栋 还疑似被撞到凹陷变形 民众直击这一幕 将画面PO上网 不到一天时间 引起三千多人关注 网友直喊只有碰撞 没有距离 也有人推测是地震撞凹的 担心结构安全吗 还有在地人表示 这情形已经维持十二年了 两栋大楼其中一间是歇业的商务旅馆 旅馆歪了引发民众讨论 对此建筑师表示 大楼倾斜可能是土壤异化 或是建筑物不均匀呈现造成 建筑师掩判这栋商务旅馆 倾斜率没有超过两百分之一 无利己危害 但安全不能轻忽 公务局获知不敢大意 将前往会刊 如果判定行邪的角度 有立即危险 影响到建筑物安全 也将会依相关规定 办理后续处置作业 外楼意外 嫌弃话题将尽快评估 以免造成附近民众不安 接着旺家庆永修高雄报道 昭华县今天举办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不过代表国民党的第一选区 立委候选人阮后绝 却在第二轮发表 上台前一分钟突然弃拳落跑 导致电视画面唱空城 现场非常的尴尬 除了软后绝之外 第三选区的立委候选人 谢一凤则是人都没有来 软后绝先生发表证件 电视画面一片空白 瞬间唱空城 怎么不见候选人的人影呢 软后绝先生 经唱名三次 人位上台 以弃拳 主持人连续唱名三次 还是没看到候选人上台发言 现场超尴尬 这是上午昭黄县举办的 公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代表国民党软后绝 在第二轮发表 上台前一分钟 突然落跑消失 我都直求对决 我们是非 我不如来跟我们这时间 跟民众接触 让民众接触我 这是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选择 我不予置评 软后绝证件发表 只参加第一轮中途弃拳 离开走人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当中 还有人连出席都没来 谢依奉女士 第三次 经常女三次 味道由主持人代抽 事后谢依奉解释 自己选择按照平常 跑行程 不过对手吴英宁 可不这么认为 现任立委 谢依奉不仅不愿意 公开辩论 连公办证件发表会 都不肯来 地方上说 实在是太公主了吧 召唤立委选战 绿营靠证件发表 蓝营则是有人选择 勤跑基层 各自寻求 选民支持 叫戴文贸 召唤报导 戴文贸 你说是真好 睡 D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